為了秋冬春節雙季 郭新峰一間雲全都加春 面對國民愈有的族軍 除了推出領航和大媒優惠 今時在台主任松南橫区環境內 基本發財大賽 外黨自新年才會設一到設三 連算三天基本競賽 第一名中間有8,888塊 另外還有領航挑戰外黨 最大眾是特斯拉一台 因為那種的衝擊 民眾過年要去哪裡出土 南岡關好山好水 很多觀光入車唱功相機 在過年的車到車三 基本發財大賽 我們南投泰亞度假村 這一次首次舉辦我們的發財大賽 主要是因為這一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大家都非常的緊繃 那我們也是為了 可以鼓勵大家走出大自然 一起到我們戶外 在我們樹林間來做放空發財一個動作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價值 好好地走出戶外 然後放空發財一個小時 那我們也這一次的發財大賽 報名的也非常的踴躍 這行比賽主要提供民眾不同的體驗 平均的方式有兩種 選出前三名 還有最佳的人氣獎 第一名有8,888塊的獎金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有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去檢測我們發財者的一個心率 看是否有所起伏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場的一個觀眾 會依照哪一個發財的表情比較奇怪 比較好笑 甚至他的服裝比較特別 比較好看的話 會依照這邊來做一個投票 在外財市基盤過類似的比賽 為了要去民眾補名參加 主辦單位基盤是在連市要邀請賽 並且邀請外財市的冠軍得主 前來參加 他分享發財的要領 所以發財要怎麼樣才能夠得冠軍 就是盯著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想像自己是植物人 你可以聽得到然後看得到 可是你就不會動這樣子 南大冠是第一次基盤發財大賽 需要參加的民眾表示 讓我大自然的環境非常適合發財 我覺得這一次應該算是有點難度 因為畢竟報名人數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平常我還是有多做一下練習 每天發財兩個小時 然後各種壓力 然後在那裡就是沒有辦法放鬆 可是來到這裡 整個新鮮空氣就不一樣 那又很大的草原 然後森林 芬多金 你就感覺到 我身心靈都可以得到一個完全的釋放 然後可以在這裡足足發財一個小時以外 還有機會可以拿到一個很高額的獎金 除了發財大賽以外 還有進行抽獎的活動 最大獎是特斯拉一台 還有大索館 小禮品 透過華東 主辦單位希望提供民眾 驚出獲我的機會 親近大自然 記者有歡迎昆差風報導 Ciao Ciao